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起码有一个最低的责任 他开心机 起码有些声音 我们播音就好了 但最多人听过孝嘉华的事情 就是这一个是起码可以贴着牌面 不是的 我不同意的 但我借意的 哈哈哈哈 没用的 排照规定是24-7 有一个叫大声台 一个叫大蜜台 大蜜台 播音的 我不是很同意的 不过就是他inspire我 就是汤嘉华讲的东西 我不是当个法律意见 他是令我看法了 我觉得有个看法 这也是韩国辉的看法 就是不是法律意见 我觉得他听了汤嘉华那句说话 看法了 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播音就好了 跟牌照没关系 我希望他收回去 我希望他收回去 政府一定要嫁人 他就要跟公众交流 为何一个法律意见 可以违反了所有恐怖 而不去处理 现在政府就是避免这个问题 他特意不去处理 他现在就要去政府处理 政府是失望的 政府为什么不去做 政府一定要谈入 政府一定要选择 政府一定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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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告訴他,DBC是有機會的,政府是很清楚的 你如何理解政府? DBC數碼台有一個政治因素,你不用我講了 你問也不應該問 我想我們是一個政府不能容納的電台 香港的確這件事是令我們無奈和傷心的 連一些反對的聲音都不能容納 市民選擇收聽電台的自由都被剝奪 香港是甚麼社會呢? 我覺得大家作為業界人士都應該反省 但之後會否轉型或有新的地方? 我今天仍然是DBC台長雖然被接管 我一天,我是DBC台長時,我都是全力去處理DBC的業務 見步、見步 我只可以這樣,因為我公司被人接管了 我和Morris都沒有了權 你聽得那麼清楚 剛才你問問訴訟基金,其實有沒有目標調查的甚麼事? 你會用這個詞嗎? 因為,不是我和我發起的 是和我沒有關係的 是一些聽眾和支持我們的團體 發起訴訟基金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將會牽涉到一個很龐大的訴訟 而那些律師費是天文數字的 當然,我和韓國輝是似乎不好的 越多越好 但是,我們阿鄭家福希望可以籌到一千萬元 但是一千萬也不夠 因為我打過誹謗官司的時候 我們都用了一千多千萬元 如果電台接管公司得近,宣布清盤的話 你會有甚麼回應和你會有甚麼選擇? 你會有甚麼回應和你會? 我不知道的,我老實說 我從來沒試過這些東西的 也沒有人試過的 我想到時還是要諮詢專業意見 會不會有對甚麼法律行動呢? 對黃楚彪? 我想,第一,這裡不方便說 第二,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可不可以爭取DBC復播 不是,一定是我負責的 即是我覺得政府發了一個牌子給DBC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DBC的股東是有責任 維持DBC數碼電台七個台的服務 這個是服務市民 這個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但是那個牌子也是公司最大的資產 我希望我接管人 他明白法庭給他的任務 就是去保護這個資產 這個是接管人的責任 已經不是我的責任了 之前說,籌款買回黃楚彪的股份 現在籌款方面的情況 沒有,從來沒有籌款 我只是這樣說而已 第一,我們知道 或者我聽到,我不知道 對方是不是賣給我們 是吧?到那時才說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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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